维宇同时下调了对全球主要经济体 今明两年的经济增长预期 报告说今年第二季度 全球主要发达经济体的增长速度 降至2009年以来的最低水平 维宇预计美国今年的经济增长率为1.5% 明显低过之前预计的2.6% 另外维宇将欧元区今年的经济增幅 由1.7%下调至1.6% 对今年日本经济的展望 由之前的增长0.5%下调至下降0.3% 与此同时 维宇还下调了对巴西、俄罗斯、印度 和中国等新兴市场国家 今明两年的经济增长预期 维宇预计中国今明两年的经济增幅 将会分别为8.7%和8.5% 明显全球经济放缓 令中国经济的增长前景蒙上了阴影 但短期来看 通货膨胀问题仍然是中国经济面临的最大风险 虽然下调了全球和主要国家的经济增长预期 但惠宇并不认为全球经济会疑似探底 只是说全球经济陷入疑似探底的风险加大 WOW TV红架论报导 明显全球 明显全球经济会疑似探底的风险